俄國知名反對派人士Alexei Navalny 在1月17日從德國返回俄國 但是在莫斯科機場降落後 一入境就遭到逮捕拘留 Navalny被警方帶走時聲色冷靜 她的妻子也告訴支持者不要害怕 他們這麼害怕Alexei 他們的相關關於全世界上全世界 他們被困了很多人 我們很重要的事 尼茂尼在過去十年間 不但屢次揭發俄國政府 與大型企業領導階層的貪污腐敗 也策劃群眾運動 甚至曾經參選莫斯科市長 成為俄國反對派重要人物 更是俄國政府的眼中釘 去年8月 尼茂尼在西伯利亞的機場 遭到下毒 情況危急下 送到德國緊急就醫 才救回一命 俄國政府否認指使毒殺奈茂尼 但是許多支持者還是擔心 他回到俄國的個人安全 雖然如此 奈茂尼還是堅持反國 表示自己並沒有做錯任何事 被捕隔一天 莫斯科法院宣判 莫斯科法院宣判 尼茂尼違反 前前遭判緩刑的條件 必須重新接受審判 審判前將被羈押30天 尼茂尼的律師表示 法院在經過警察局中的短暫審理 就草率宣布 積壓奈茂尼 完全不符合司法程序 奈茂尼被逮捕 積壓也引發許多西方國家的不滿 如德國政府發言人 要求立刻釋放奈茂尼 並且調查毒殺未遂案真相 主管情報部 是一方面 那麽在賤禁詞的 事件事 大早在地方 在警察 itu 的局面上 總統 居民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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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奈范尼即使在狱中 也没有停止揭发贪腐的工作 他的团队1月19日 在影音平台上传影片 指控俄国总统普廷 利用贪污不法所得 在黑海海岸建造奢华宫殿 即使面对生命危险与司法威胁 奈范尼仍然不放弃 促进俄国改变的理想 记者陈中欢 化妆性编译